最近几年 中国民间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很明显是一个升温的趋势 在十几年前我刚刚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所居住的国内的那所大学 它周边从事古琴教育的经营性机构 那只有一家古琴嘛 而不是古针 是那个七弦古琴 琴棋书画的那个琴 是中国最古老的那个弹波乐器 因为我当时居住那个大学 它旁边就是一所音乐学院 所以它还有这样一个从事古琴教学 同时也卖琴的这么一家机构 叫琴棺 但是在两个月前我看到有消息说 就是我们那个大学周围啊 居然琴棺不完全统计有二十家之多 那可见这些年 这个民间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势头 这个当然是件好事了 在去年接近年底的时候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他把剩下六个政治局常委都脱去 参加了一个文联和作协的大会 那本来这种会议 在中国的那个体制下就是属于大酱油的 结果还这么高规格的出席 是前所未有 然后习近平在那个会议上 还发表了一个一万多字的讲话 就是说要号召我们要复兴传统文化 中国要来个文艺复兴 当然他所说的传统文化和我们所理解的 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三部分 如是道 是包括他们的精神内核 信仰 哲学 到艺术 到演化 到民间的风俗 这整个一套文化体系 而习近平所说的复兴传统文化 它主要是和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有关系的那一部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就从这个事情本身 它并不是坏事 我认为它不是坏事 你说哪怕就让这些共产党的官员多去读一读四书五经 读一下佛道的经典 也比他们用业余时间去党校上课 学什么三个代表理论 学什么毛毛泽东文选要好 对吧 不管是谁 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人 我们看到生活中这样的人 他做事情也有底线一些 哪怕是个共产党员 他多少受点传统文化的熏陶 他也比别的党员看起来做事有底线一些 你像中国有个毛左代表人物叫韩德强 在几年以前 他在游行过程中碰到一个老人 就质疑毛泽东 一个八十来岁的老人 他居然当街掌握老人 就打人家老人的耳光 那么这种事情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 他肯定是干不出来的 对吧 但是我们要说 中国的文艺复兴 哪怕是复兴传统文化 它不是号召出来的 一个民族 他要产生大文学家 大艺术家 他是需要一个土壤的 文学艺术商的杰出人物 他好比是美丽的花朵 好比是丰硕的果实 他要在一个肥沃的土壤条件下才能产生 有一个谚语是说 西方的谚语说 培养贵族是需要几百年 因为你需要养成一个贵族气质 养成一个传统 他需要若干代人的积淀 那么这个土壤 他一旦水土流失了 你就需要漫长的时间 他才能把它养育起来 那这个土壤是什么呢 说的简单点 就是叫做重文上礼 这四个字 那就是这个社会 要有重文上礼的风气 再说的简单点 就是说你整个社会 得尊重文化人 得推崇文化人 丘吉尔有记名言 就是英国已故的前首相 大英帝国可以没有印度 但是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我们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就得知道 印度对英国 对大英帝国 到底意味着什么 丘吉尔说 我宁可不要印度 但是我这个民族 也必须要有莎士比亚 印度是被称为大英帝国 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皇冠上 就这明珠最值钱了 这块宝石最值钱 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可以这么说 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 超过了北美殖民地 就有这么重要 北美殖民地在独立战争 在18世纪末 独立战争爆发之前 英国在那里有驻军的 大概有1万人驻军 一年的军费 大概是35万英镑 它能够从北美殖民地收税 收多少呢 一年就11、12万英镑 所以英国在北美 其实是倒贴的 但是印度不一样 印度给英国 一直创造的是正的现金流 到19世纪的时候 印度占整个大英帝国GDP的40% 中国后来为什么放弃战争 放手 让北美殖民地独立了呢 史学界中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派观点认为 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 认为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 在萨拉托加这个地方 赢得了一次对英军的决定性胜利 但是英国自己 它的史学家当中有不同的看法 像军事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方军事史 他就提出 实际上是英国自己愿意主动放弃了这个战争的 因为美国华盛顿那边 他对英军取得了一种战略上的优势 就是他和法国建立起一种联盟 而法国的海军在海上袭扰英军的运输线 让英军感到维持这场战争的成本高的不可接受了 他本来就是倒贴的 你再让他不断的投入加大这个成本 他觉得就算了 我干脆不要了 就让你独立吧 独立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做生意吗 本来大英帝国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贸易维持的帝国嘛 而印度对英国的意义就不这样了 因为印度对英国的 它整个殖民体系当中 它具有中心的位置 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世纪 印度独立运动兴起以后啊 英国方面它是千方百计加以扑灭的 所谓事不关心 关心则乱嘛 这个东西利益大了 它就不那么洒脱了 如果你去看 英国在世界殖民地的分布 你就会发现 它是以印度为中心 成辐射状的 因为英国的殖民地政策 有一条核心 就是要保护 从英国本土到印度的 航路的安全 其实其他的殖民地 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 如果失去了印度的话 其他殖民地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也就是你这个皇冠上这个宝石 最值钱的东西没了 你这皇冠其实也就不怎么值钱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1947年印巴正式分治 印度走向独立 1949年就成立英联邦了 那个时候大英帝国就名存是亡了 大英帝国最后的终结延续到什么时候呢 那有人说可能是得延续到1997年 是吧 这个香港回归以后是帝国的终结 但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 基本上英联邦就取代了大英帝国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对大英帝国如此重要 可是丘吉尔说 我们宁可没有印度也不能没有沙士比亚 就是沙士比亚的价值超过了印度 在大英帝国里面这个明珠的位置 可是我们光从这个层面理解 其实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进一步追问 大英帝国是怎么来的 它为什么能够叫帝国呢 因为英国以前欧洲国家都是王国嘛 英国是United Kingdom 它是联合王国 它怎么能被称为帝国呢 王国的元首叫国王 那帝国的元首就是皇帝了 实际上联合王国升级到大英帝国 它的标志就是1877年元旦这一天 这一天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成为印度女皇 因为她头上有了印度女皇这顶王冠 皇冠联合王国才被称为大英帝国 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很准确的说 没有印度也就没有大英帝国 没有印度这一块它永远是王国 好 那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帝国这个概念 在欧洲历史上真正的帝国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罗马帝国 它曾经统一了欧洲所有的文明开化部分 那么罗马帝国永恒之城罗马在公元五世纪陷落以后 那么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其实从那时代开始所有的欧洲君主 它的最高理想就是重现罗马的荣光 那么后代有很多杰出的君主都曾经比较逼近这个目标 能够创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 像拿破仑是吧 拿破仑帝国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 但是功亏一篑 当然这里面也还有些苟尾虚雕的 像曾经被法国启蒙思想家福尔泰所说的 那个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更不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 但是后代的人都想是重现荣光 再造罗马帝国 这是他们这个一生君主当中最伟大的事业 最高的理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俄罗斯 俄罗斯帝国他都自称第三罗马 他为什么也管自己叫帝国呢 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是罗马帝国一波的继承人 把自己叫第三罗马 他都以比肩罗马帝国为目标 也就是说意大利 那个罗马是第一罗马帝国 然后呢拜占庭帝国 就是在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过去是军事坦丁岛为首都的 那个政权是东罗马帝国 被称为第二罗马 而俄罗斯呢自称为第三罗马 那为什么俄罗斯他也 他在对欧洲来讲几乎是半个蛮族啊 他为什么也把自己叫罗马呢 那很多人是说啊 是因为俄罗斯的君主娶了拜占庭的公主啊 所以叫第三罗马 这个只是一个很表面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 本质的原因 是因为俄罗斯的宗教哲学艺术都是师从拜占庭 所以拜占庭对俄罗斯民族来讲是文化的祖国 那俄罗斯为啥要死磕几百年来死磕土耳其呢 是不是 那是因为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几百年来啊 几个世纪以来 他的No.1的战略目标 就是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呢 就是之前的军事坦丁岛 有人说那是俄国这么做 是为了控制地中海连接黑海之间的通道啊 能够完全控制黑海进而争霸地中海是吧 能够大出天下 因为俄罗斯缺少出海口 那这是一个原因 是一个地缘上的原因 但是呢 他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精神上的原因 因为军事坦丁岛是东正教的发源地 俄罗斯想夺回军事坦丁岛 他才觉得自己真正是罗马帝国继承人 是罗马帝国精神上的延续 他才能够名正言顺 称为帝国嘛 才能够建立地业嘛 这就有点那种兴富汗式 还于旧都啊 人家是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丘吉尔这句话啊 我们就回说来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可以没有印度 但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等于说大英帝国 我可以不要帝国的宏图 我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那这么说 可能大家更能够体会 这句话的分量是什么 好 再说回到大英帝国 那刚才说到 其实欧洲啊 这个上千年来 罗马帝国之后 那上千年来的君主 都以比肩罗马为目标 那为什么英国他觉得他自己有分量 他也可以称帝国了呢 把自己升格为帝国了呢 因为欧洲古代的君主里面 只有亚历山大大帝 曾经征服过印度的一部分 就是印度河流域那一部分 那亚历山大大帝在历史上 那也是高山洋指千古一地啊 那么英国征服了印度 它的工业 基本上可以比肩亚历山大了 它自己英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 他觉得自己也有了比肩古代帝王的那种资本 在精神上 在文化传承上 他有底了 心里有底气了 他才敢称帝国 大英帝国没有印度 不可没有 但不可没有沙士比亚 就是说这个背后的潜台词 除了说我可以不要帝国宏图之外 我甚至可以放弃欧洲人千年的帝国梦想 我也不能放弃沙士比亚 所以大家就可以更能去掂量一下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少 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 你听说过哪个中国领导人说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西藏 但是不能没有曹雪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新疆 但是不能没有李白杜甫吗 我们听到有谁说过这句话吗 那从这一句话呢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统治集团 他精神境界的高下 你说你就是这个境界 你还奇怪 为什么现在中国出不了大文豪大艺术家 这个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他就是得失去了西藏 失去了新疆才能换来中国的文艺复兴 不是这个意思 这只是个比喻 它是反映出来什么东西 你把它看成是更重要的 是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 而这个价值的权衡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个社会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 它这个重文上理的这个传统 所激奠出来的一种判断标准 而现在中国这个东西几乎是没有的 中国最近这几十年对文化人 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摧残和羞辱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斯文丧尽 现在呢是稍有恢复 但还远远不够 那刚才只是说了一下秋景啊 谈一下这个英国这个例子 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像汉唐明都被称为仰视之朝啊 他真的是非常尊重推崇文化人的 什么叫仰视之朝呢 这个以后咱们再聊